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使得也很多节目没有办法往下做 那车房尿屁也没什么意思 比如最近这个郑州的这个富士康集体大逃亡的事情 我就发生好几天了 我就一直没说话 原因就是真不知道你该从哪下口 是吧 说什么呢 我现在所能够知道的信息就是说他们的大逃亡是因为某一个宿舍的 叫726的那个宿舍死了八个人 这八个人怎么死的 以我对这个病毒的了解 是应该是和病毒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是其他各种谋杀 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 但是不知道 所有的信息都是一笔糊涂账 谁也搞不清楚怎么会算 总之这件事情就会就引发了这个富士康的员工的集体的大逃亡 当然我相信这个他的恶果未来也能显现 就是会对这个苹果的产业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这是这是后话 也不是我关心的东西 但是呢 最近网上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信息 因为这个信息是来自于共产党的 我觉得这个信息为什么说的靠谱呢 因为就是说 他是自接家丑的事情 接家丑共产党这么一个 是吧 这么一个靠造谣撒谎 存在的这么一个政党 当他接自己家丑的时候 往往还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他会尽量少说 而不是多说 尽量往歌功颂德方面的说 而是往悲催的方面 而不是往悲催的方面说 但是他这个信息呢 恰恰是悲催的方面 这就意味着 他们的局面非常的糟糕 我给大家简单读一下 就是财政部公布2022年上半年 31个省市的全部财政赤字 无一盈与 无一盈与爱 其中财政最好的上海赤字 18亿元 第二名天津赤字411亿 411亿元 排名最后的四川赤字 3694亿元 31个省的自治区总财政赤字 55175万亿元 以上仅仅是省级的财政赤字 另外中央财政赤字是5.05万亿元 2022年的上半年 全国总财政赤字将近11万亿元人民币 下半年估计更差 好消息 第二发改委数据 2022年的上半年 46万企业倒闭 310多万家工商户住校 到7月份为止 全国每天有4万家企业停业 每天有4万家企业停业 我再强调一遍 因为这个很重要 这意味着中国人很快都要集体吃土 第三 中金公司最近公布的中国家庭人均收入 11个等级的数据 人均收入500元以下 500元还要计算 最低等级是2.2亿人 一个国家有2.2亿人收入 是500块以下 500人民币 不到100美元 人均收入2万元以上 最高等级的是70万人 哇 2万元以上的月收入 2万元以上的才70万人 这就是中国人的真实的财富状况 人均月收入5000元以上 人民币以上 人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5% 这段数据呢 我觉得用不着多么高明的这个经济分析能力 就能够听得懂 就知道中国糟糕到什么地步 中国人很快就要吃土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谈论 那么关于那个供销社的问题 这个供销社呢 我的记忆是比较深刻的 因为供销社是 是陪伴我这个 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 过去的那么一段岁月 青少年过后就再逐渐逐渐 这个东西就从经济当中就退出了 就以后就再也很少听说这个事情了 我大概我七八岁的时候 那时候呢 家里有那种空瓶子 会攒一线 拿到供销社去卖 有时候呢 要去供销社呢 去买油 买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等等 那个年代 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长长的柜台 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冷酷的人 然后板着脸对你 那个态度你就不用提了 后来呢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这些人 这些站在柜台后面的人呢 很多就是年轻人 但是印象中 很多人以为这个供销社已经退出经济了 其实不是 供销社在中国一直就存在 从来就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只不过呢 最近的一些这个 他届时还魂 重新就是崛起 让大家大惊小怪 觉得这个东西 怎么又来了 他没有又来 他一直就在 他隶属于商务部 于是呢 很多人就对这个计划经济 做出了无限的猜想 就觉得是不是细胞的 马上就要搞计划经济了 可能吧 也许搞计划经济 他至少仅仅看 供销社是不够的 可能还有一个指标 这个供销社 划归了这个发改委管 那个发改委 发改委也就是过去的 无家局吧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这事又不重要 为什么呢 他划归哪个部门管 并不意味着他不搞计划生育 那不害计划生育 计划经济 这不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 他是一个 从来就是一个不讲原则的国家 从来就是不讲道德的国家 他甚至卑劣的了 到今天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被封禁 人们生活的如此的痛苦 我刚才读的那段数据 发现就中国人这个企业 衰败到如此的地步 人民贫穷到如此的地步 这都没有打动这个国家的人 反而他们全国上下 所有的新闻都沉浸在 对韩国黎泰院采塌事件的 这种百般嘲笑之中 这个国家的人从上到下 已经卑劣到了 仅仅他的唯一的快乐 就是对其他人的苦难的嘲笑 他对他们自身的苦难 一无所知 也不在乎 所以说中国的事情 一是缺少没有道德 第二是没有明确的规则概念 也就是说 供销社这个东西 它是贵商务部管 还是贵物价局管 或者现在叫发改委 过去就不知道叫什么了 总之就是那么个玩意 计划委员会 应该是计划委员会 那不重要 因为中国人是一个从来就没有规则 可循的国家 说好的这个领导干部 只干五年 紧接着就变成了终身制 还不是一句话的上吧 中国哪有什么规矩 那么我们回到文明社会的状态下 来看这个问题 什么是文明社会 在制度层面上 文明社会 它要遵循这样一个东西 前面的道德原则 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是文明社会 从上到下 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 但是了 当然了 政治家和野心家们 他未必会遵循 那么他会受到惩罚 这是另外一回事 都不谈 就说规则来讲 也就是说制度来讲 制度论不是最喜欢谈制度吗 那么就谈制度 文明社会的制度 它体现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 所有的权力 都必须在事先约定的规则下运行 这叫宪政 讲的简单一点 也就是说 一个文明社会 它的政府拥有多少power 都拥有多少权力 它是一个事先约定的规则 它不是说习近平一拍大腿 老子要接着干下去 谁敢不服 谁不服 我弄死他 它不是这样一套流氓规矩 它是事先约定的规则 授权你多少 你用多少 没有授权的部分 不许你使用 你当然了 随着社会演化 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膨胀 越来越大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行政权力 当它在扩大的时候 有法律的规则 可以约束它 可以有法律依据 所以在这样一本 事先约定的规则之下 政府要在这样的一个规则下行使 这就叫宪政 那么这个事先约定的规则是什么 就是一部宪法 它授予了行政机构 也就是总统 总统府 总统和他的行政机构 拥有六项权力 立法机构拥有十六项权力 立法机构拥有一项权力 就是司法审查的权力 这这个一切都是明确的 是吧 美国几百年来没变过 这这套规则还是这个样子的 尽管被破坏了一不少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套规则 它不存在了 这套规则依然是严格的执行 直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总统 不论是拜登还是川普 到战了就得下车 别废话 选上你就接着干 选不上你滚蛋 这叫事先约束的规则 那野蛮社会是完全没有这种东西的 或者说它纯粹是 依赖于两种东西 一种是生殖器 就是这 像习近平说的 是他的那个老子繁殖出来的 他老子曾经拥有这个国家的权利 他就有机会上来 另外一种呢 就是总之吧 就是反正总之就是 他是血缘政治 一种是靠繁殖 另外一种呢 靠这种暴力和恐吓 但是不论是何种形式 他的这个政权的取得是非法的 他这个权利的运行是 没有规则可循的 所以你在这种状况下 你判断一个这个国家的供销社 他是规于这个商业部管 还是规于这个发改委管 就能够判断出来 这个国家要全面走向社会主义 或者是共产主义 重新 布票 粮票等等那些东西都回来了 你觉得靠谱吗 可能就不靠谱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值得观察的 就是关于这个供销社的 这个布票 粮票都回来了 好多那些网友在下面留言 太好了 我们很期待这个时代 这些制度论小青星们又会说 那些都是五毛服刑人员 就别跟我说那个 五毛服刑人员他也是人 他不是畜生 他只要是人的话 他就知道 马上就要赤死了 哎呀 赤死的时代太好了 我们太怀念赤死的时代了 会这样吗 不会的 这时候他的本能会起作用 他知道 赤死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他没有这种观念 他认为那个布票 粮票那个时代 他确实很好 怎么办 他不知道赤死是错的怎么办 他以为那是龙仪大补 你知道吧 人中黄嘛 因为中药 那他会觉得 哎呀 人中黄真好 龙仪又回来了 我们人人都能享受龙仪了 所以人的行为是受他的观念驱动 所以也不用讲这个 这样的国民 你说你不奴役他们 你对得起他们 再有就是 我看很多这个网友 欢天喜地的在说这个各个小区 要建食堂了 哎呀 这真的 每一步都在往道心逆施的方向走 中国人用他几千年所积累下来的 这种宗法制度或者是如法道传统 这一套才华 他们所积累下来的那些才华为作孽 是吧 做足了准备 过去走过的弯路 接着再走一遍 过去那些苦难 如今再来一遍 因为他们习惯了 就像每三百年王朝要崩溃一次一样 每三百年王朝崩溃的时候要有武士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灭绝一样 他们习惯了 他们觉得这种方式很好 难道不是吗 食堂哎 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怀念食堂呢 一个人的卑恋 或者是他都愚蠢到什么地步 才会去怀念食堂呢 不知道 总之我觉得如果再照这个局面 往下发展的话 中国人饿死的日子也就很近了 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日子很快了 习近平讲中国人要共同富裕 我觉得稍有常识的人就应该明白 人类漫长的历史到现在为止 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国委单位 共同富裕这么回事 没有过 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状况下 极大的减缓穷人的痛苦 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经济制度 它所带来的给人们带来的好处 它并不会使穷人摆脱贫穷 共同富裕 但是它会极大的改善穷人的处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义无反顾的 从道德层面要捍卫自由制度的原因 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 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没有共同富裕 只有共同的分享贫穷 当食堂和供销社这种东西 都回来的时候 人们如愿以偿的享受奴役 和分享彼此的贫穷 你像以我老虚为例 到初中的时候 都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 到初中的时候 都没有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 这就是你们渴望的社会主义 所以 我本人还是尽可能的希望 就是说 在我评论中国发生的 这些荒唐的政治事件 或者是社会局面 尽可能的谈一些 我对一些基本的价值观的一些看法 以让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些规则和 就是文明社会的一些基本规则 让自己活得更明白一点 昨天晚上又接了一位 从上海直飞加拿大 转到来美国的一个 应该还是中国的军工企业的一个 跑出来的人 不管怎么讲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一直像我 很多期节目都在跟大家谈的 中国的局面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么忍 要么滚 当然了 如果你认为 你能够忍受的 忍受得了 未来被饿死的命运 那你要认回去 我也是非常的欢迎 而且真心的 祝你一路走好 总之 未来可期 社会主义吃屎的日子就在前方 当你们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当你们在盼望着一个伟大领袖的时候 你们所面临的食堂 供销社 布票 那些最悲惨的生活 就在眼前 太阳底下无心事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